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inesk 如果 modicansok 你方便可以 請在nala 我想有點開心 Anyway 果理嗎 請回事 嚇一跳去一個plete 的 cont共 還是教學者自己也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今天教學者的感受 可以先講一下好了 我還沒寫完教材可以寫一下 就是我覺得今天參與這堂課 我個人會覺得那個參與感還滿夠的 然後是一場愉快然後也有知識、學習的個性 那對於柏偉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是我會覺得有幾個特別好的部分 就是我發現柏偉的問題 其實都一直貼著那個主題在進行 對 然後而且那個問題不僅貼的 他貼的主題但他不是用一種聲音的提問的方式 而且而是透過那個問題 讓我們每個人在回應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去採生自己跟這個問題的那個連結 所以我覺得他的提問跟主題的討論 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聯的信仰 而且能夠就是帶出我們學生 對這個主題的一個多 比較多元也多層次的思考 而我個人有什麼比較特徵 就是我覺得同時在思考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中間有一些情感的流動在裡面 因為他會講到某一些時期的某些人物某些歌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美國是有被帶出來的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這樣的議題下 其實好像穿搭了不同的 就是個人的歷史的社會的文化在音樂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會發現原來音樂不是一個純娛樂 也不是聽聽就過的東西 他原來跟這麼多文化是交流在一起的 那這是我覺得我今天會覺得 比較一個教學裡面 作為一個學生的角度去體會他 然後覺得很不錯的部分 然後容真雖然看得出來他這樣緊張 應該是說看不 本來其實如果不注意他的手的話 是看不出來他是很緊張的 對但是因為其實他在問題和討論的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活潑 然後也很能自己的參與感跟那個學習的興趣 對 所以如果他真的沒有人提醒 其實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其實也不知道他原來是在 這麼高度的緊張的狀況之下 對 然後我覺得那個容真他在問一個提問跟回應上 我覺得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發現我們跟他的互動 有的時候其實是我們在問他 有的時候他在問我們 可是就是在這個提問跟回應當中 我覺得大家的角色不是很失敗的 而是可以互換互置 然後每一次的回應會引發在新的提問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好的 一個教學的互動互動互動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聽語的部分 我覺得也就是也跟容真的差不多 就是他講述的很多的專業的一些方面 對我來說是都不知道的 而且可以在你的提問跟參與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有些即使是在健康出來的這樣 那因為跟我個人非常虔誠相對嘛 所以 哈哈哈哈 就是還沒有 非常地強烈 你知道 然後我會覺得在一個這麼堅實的 就是也許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裡面 我覺得那麼深入淺出的交代 讓我們這些不同的人有個概念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這樣子 所以我會把你都還給我看 看看嗎 我可以讓你來看 那我來看 在這裡 還有什麼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我會看到Pano Pano Pano 那個Pano 還有多少 P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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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本來已經準備好了 大家都一直消磨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嘗試 就是配用VP 所以我盡量把 就是我去假想大家下一個想要關注的焦點是什麼 然後一步一步想要試著用 好像沒有邏輯的方式帶出一個邏輯 只是我第一次沒有用VP 所以我其實有點緊張 所以我準備了很多相關的那樣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時間 可能有點不足這樣 那雖然我很想要跟大家討論更多相關的事情 是要是真正的時間實在不足 所以我後來把它規劃了去三個橋段 那第一段很提大家興趣 然後第二段再正是一個真正的就是教學 大家可能就當作一般上課時間的前二十分鐘這樣 對 這個因為是可能很廣泛的討論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時間不足這樣 對 然後各個年齡層 還有不是各年 我想說到大學生 因為我設定的是其實是在大學生的課程 我也想過就像大家都有提供我的意見 然後胡桃堂堂 微服律他們是無感的 沒有感覺的 但是對於長高這個一定是有形式的 對 那所以就是 本來想多提一下這個部分 對於這個可能這個問題是很廣的 所以大家都會想要就是 對 各個角度去看一下這件事 對 那我自己的話是有點緊張的 我需要藉由練習 然後排出這個問題 對 然後慢慢的跟進步這樣 對 那就是 郭威老師的話 其實就是你今天就是彈吉他這部分 讓我覺得 哇 你知道你歌聲真的會比較好聽 不要不要 你知道 如果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課程 就是你是真的有音樂的 然後讓我們現場有感受的 我相信很多的大學生會更有興趣去參與他課 甚至你可能可以在其他的課程 讓學生有沒有一些他們貼近的歌曲 對 那你用了文字的一些詩詞 然後一些對 這樣帶著角度的很多東西去看 那我覺得融入了很多 不只是狹窄的定義 然後還有跟我們討論了現代的很多歌曲 我覺得大家互動的方式 就是互動的情況很好 然後而且就是配上這個優美的歌聲做結尾 就是我覺得是 我非常覺得會有興趣的參與下一次更可能 然後大學之後就沒有在課堂上套 對 就 高興我們學你多了 我會覺得很常接觸到音樂這個部分 對 那你可以 對 有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很棒 反正下一個課的補想 我也會非常 就是如果像是大學生的話 也是會非常期待 然後會積極的想要參與這樣 對 就是比較知識神功的活動 然後就是關於庭域 對 庭域就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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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他的課程的話 對 就是 我覺得就是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課堂上面有超過這個 對 從來沒有上過 我只要過大學的時候 有一堂課就 直接讓我照開 我真實的去體驗 然後就是真實的看到 這一個影像的情況 不是由醫生來告訴我說 這個影像是怎麼樣的情況 那我們光是有這樣的器材 其實就很 如果我們有充裕的時間 就可以討論很久 對 是啊 對 是啊 我們來討論很久 我們來正視就是 這個影像 然後來就是 針對指定啊 或什麼 我覺得有實體的操作 你確實可以 比起枯燥的影像跟VD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非理解 就是非常非理解 就是非常非理解 所以這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真的要給很 就是 就是真的給你專業的人 然後 就是很高評價的事情 這樣可以跟學生互動化 我相信光是一個 檢查超越多 整堂學生就跟很多人提出 然後想要真實的猜想 真的去瞭解影響 那這樣子 我們對影像是那一次 就是有感覺的 對 然後以外血流啊 然後就是 震動啊 對 那就是 我以前在學 這張影像的課程 也沒有過的一個經驗 對 所以是蠻特別的經驗 那就是 就是 也是見個時間太少 那我覺得 還是要這樣 那就是 享受這一次的那個 方向的 給大家 我可以先回應一下 因為我自己 我每次 我其實很習慣就是 什麼 什麼大綱都不準備 但是我有一個 有一個 什麼東西 然後就跟大家打 但是呢 就是我也不知道 比如說我來 我要上這個課 所以我就 給我寫個教案 或什麼 然後我會自己 被這個東西限制住 所以其實剛剛 在開始發問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 有些問題 已經被大家回答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緊張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就算了吧 那就 就按照大家的 大家 那個過程起來 我要說這個是因為我在 我在清大上課 那清大那邊的人 嚴肅的跟我說 這個畢竟不是成人教育 所以要有知識上的東西 要在學生中 所以我當然會被這個卡住 可是我發現 真正在上課的時候 我會 比如說我會多準備兩倍的內容 但其實我真的都 真的會發生作用 都是看現場學生怎麼反應 那些東西才會出來 我承認我剛剛在上面 其實還蠻緊張的 就是說 你們又先把我 等一下你們講出來 但是其實 我覺得 就像剛剛 我看兩位在操作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真的如果 上課老師就是有一些東西 然後讓我 看到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 比老師說 這個是什麼什麼什麼 還要有興趣 至少因為我被那樣吸引了 我才會真的去想說 那它超過到 你還能做一些什麼 我覺得是 好像有一個 讓我們實作這件事情 對我做的學生來學習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可是比老師念出來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還要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有各種 有趣的道具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 蠻重要的 昂貴的道具 對對對 今天還算是 對 就是我剛剛那個 音樂創作與台灣社會中 通識的課程 音樂創作與台灣社會中 對 因為我在想他的支持 他的支持 對 然後因為他們的通識中心 是有 不斷的有人來跟我講說 我們這個 除了實作之外 還要有知識性的學生 但是我發現 學生其實 他不太在乎 你是不是有給他什麼知識 而反而在乎說 你在這個課堂上 他跟你學習到什麼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你也有去駐唱過嗎 駐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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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剛好在民歌西餐廳 我沒有在民歌西餐廳 但是我在1990年 當那時候的一些小POP 開始演 西洋歌曲 對 你有駐唱過 有駐唱過 這隻的 對 你一聽就是後輩 真的有想說 因為你男孩不吃啊 我們會割錢 真的 沒有想吃 不然你有帶過 好 我們再把握時間 大家很快 有分享一下 對 還是老師有些來過來嗎 有 我覺得我的差不多啦 我覺得有實作真的是有差 可是我就直接 就是重複說 我覺得一個 像榮甄的部分 我覺得我也感覺到他的一個緊張 然後可是我其實覺得 如果他的說話的速度 我不知道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為什麼我說話的速度 故意稍微放慢一點 我覺得 就是這會比較穩定自己的情緒 那另外一方面 是我覺得你今天的內容很多 那如果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可以稍微更慢一點 對 我其實我會覺得那會更好 對 那我基本上覺得整個的學習 跟生活密切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吸引的部分 那關於那個庭語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儀器的測試非常棒 那我覺得領相跟我們的病兆 或者是我們某一個器官 我覺得應該鎖定一個主題 然後讓我們每個人都進去測試 我就覺得這個會更好 對 我就覺得大家用這些科 都會聯想到這個醫學影響他所有意義的 對 那國偉這個部分 我其實覺得我是第一次聽他這樣講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沒有 我覺得他有拉出整個歷史軸 那只不過有一些建議就是在 你剛剛提到1970年代有幾個流派 你是不是在想幾個流派 到底是什麼樣的唱法 什麼樣的那你在談那個校園民歌的 他們那些唱法幹嘛的 我就在想他是不是拿幾張唱片來吧 我們的年輕人比較有感 所以我就覺得一些一樣 就是他們拿著你是拿唱歌 你的歌聲是有的 他們也有拿出其他具體的試作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拿其他一些什麼 唱片幹嘛的 或者是當代那四個流派 我覺得我特別有興趣 那四個流派對不對 三個還包括一個什麼 學院裡頭的名歌喔 對 我就把它算在裡頭 我覺得如果都有一些代表性 我覺得那會很好 很豐富的 對 你那時候也有 真的真的想到的時候 因為你之後講是對你有感覺的那一首歌 那其實我們這邊有不同的 對 不同的事態 我覺得如果有不同的歌出來 我們就會實際只知道 跟我們有關的歌 跟跟我們關係比較淺的歌 那個在我們那個感覺的那個差異 可能會非常實際的 是在賣一個歌出來 對啊 六也是我另外一個基因 也可以變成是每個人選一個 我最喜歡的歌 那那個什麼意義 因為你特別有拉出來 我喜歡喜歡的歌 跟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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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某種跟個人經驗的共同 我可以像一般 下次的 可以做這個 我是不會很喜歡終極的我 我是不會很喜歡終極的我 老師 但是我有個問題 我會一直在想 就是她說那個知識性 就是在大學教育裡面 她畢竟可能還是要有一些比較有知識 甚至有不是純粹的知 就是她是單純思考性的知識 那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真的不會讓她 可能我會覺得對我來說 那樣子一個原來一個歌曲的背後 能帶出那個歷史的脈絡 我覺得以前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那有知識性 可是怎麼看那個大學的知識性 因為請他這樣回應 就會覺得可能 他們會覺得那個東西不夠 在這個知識性上是不夠的 所以我有點想問那個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一個脈演出的知識論的問題 就是後面到底有沒有 因為有一個知識 他們認識的知識 應該要有一個教材 對 他們在教材裡面 會告訴他們 就是音樂 音樂什麼炒作 然後呢 他就講說一種感覺 像一個論述 這個題目出來 那事實上 這些 因為我們特別在公司的時候 我們就講 他有認知的 認知你的指示 但他有心理的部分 我們就記得 然後大學裡面 就知道 認知的這些語彈 可是呢 從今天大家的學習裡面 在每個人精神的才知道 就是那個指示比較後面 或者我們就它是一種後色的支持 但是你必須要在 像我在看到上面 其實我也可以看到上面一樣 但是呢 我會啟發 啟發同學 開始對這個的興趣 因為他們就是那麼進去 那現在要獲得知識的態度 就是你要往上去 隨便說 書裡的關鍵字 步驟一下 那個知識其實是很遠遠不斷的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們可以再跟學校再去過程的時候 你到底希望在這個課裡面 學生要學到什麼 因為剛剛他們 阿榮真就非常 對他們學理工人 這些同學來講 其實他們比較欠缺的是 那個情侶方面的那個體貴 難道我們開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還是有一種一方方的 那種所謂的疫情 其實他在講的疫情 它有脈絡性的支持 它有一些所謂的 一些實質性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課編成說 歸拉指說 民歌分拉指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錯誤 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說 其實呢 我們是讓學生去體會到說 從那個時候的校園 到現在的校園 都會變化 我覺得真的不會把那個脈絡長出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做得來 那不必 不必太配偶 可是我沒有很清楚的知道 我今天就在上課 免徒師 他說這不是遞進徒師成人教育 這句話的律師就是說 這個東西他希望是有點結構性的 然後徒師來聽聽回去的酸 我覺得這個可以公共的 那國文那個比較擔心的那個 那個國文會不會 會不會問出來以後 學生能講 還能不能講 其實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最喜歡學生把答案講出來 那樣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學生其實大部分的知識 都應該靠我們的腦袋想出來 特別在現在 Google這麼方便的時候 我實際上不需要再去傳授學生那種 他隨時輸 關鍵字就可以找到的知識 還是應該需要學生自己去產生這種知識 我覺得今天其實 大家可能有成就表演的時候 很多的東西其實老師點一下 因為今天的題目 特別是生活化的題目 所以我覺得 我可以理解那個擔心 可是那個擔心如果你更清楚的 後面也有知識論 如果 那我們可以這樣給大家 因為我們好像在擔心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比較親自的知道 怎麼樣去公共 還有嗎 還有就講 因為時間也叫做太晚 有一些 有一些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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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關於各位的部分 像 我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 就是 今天的共鳴感 就是差的一個地方 就是 就 不知道是年齡的關係 還是 是 你感到很強 好強 好強 對不起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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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應該是 跟歷史的一個 那個 那個感覺 每個人感受都不一樣 那 就是我覺得 這個共鳴感的感覺 讓我覺得 就是 變得有點 那個戲 有點差掉 有點差掉 然後 說 說實話 一開始看到這個主題 以西麗名代語的運動的時候 我會 我自己切冒出來的一個想法 一個假設 就是說 那一定跟 八年代的運動 能跟九年代的運動 能跟九年代的運動 可是我最後沒有得到的答案 是 他們是哪一個 就像首歌 像首歌的大頭 就是這樣子 幫你把它合起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相信啦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一個故事 那每一個故事可能會 因為個人的經驗而有不同 那我覺得就是 這個部分的連結 就我沒有影響 對 對 就是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樣子 對 那其他 很好的部分就是 大家 別人都講過 怎麼在講 他們說 歌聲就很好聽啊 而且我真的可以從 那個 你所謂就是 這首歌 跟啟發你 我可以從那個 唱的這個感覺裡面 去感受到 被啟發的那個 那個激動 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容正的部分 就是 我想講 容正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 那個 今天主題 就是很生活化 就是讓 就是每個人生活中 都可以遇到事情 這個主題很好 然後 也可以讓大家學習自動 那 我覺得 就 我覺得 可以改進的地方 是說 就是 可以把那個 你前面那個 骨殼那個部分 一個在 就是在數據化一點 再告訴大家說 這個 這個 骨質訴訟 這個情況 到底多嚴重 然後 他們說 骨殼訴訟 會幹嘛 他 白不會死啊 我也覺得沒差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 嚴重性可以把它再 啟出來一點 拉出來一點 會讓整個主題 變成就是說 大家更想知道 噢 不能喝咳咳 不能喝咳咳 是不是 就 不是像 這種化骨棉長一樣 那骨頭就黏掉了 對不對 就感覺好像 那邊半性重成一樣 那種感覺 就是 大家只想一下 然後 最後是 評語的部分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個 實作的部分 實在太驚人了 就是 我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學的 可以拿 超音波來玩的 就是 來看自己的身體 之類的 然後想說我們 浮達就太棒了 有這麼好的設備 要不然 你要去看個超音波 那個 要刮個陣 對啊 對啊 但是有新電影 我知道 我沒有新電影 沒有新電影 就 對 但是我覺得 那個 唯一的一個部分 就是 結束太多 對 還是在 他一波一下 他就 今天到了 沒有 對 就是有這種感覺 結束了 就是 我覺得 今天比較 可惜的地方 這樣子 好 我的話說就到此結束 不好意思 我想 因為我想回應到 我們這次 將有這件事情 提問為主 那 我想說 再確認一下 就是 那個提問 因為我發現今天的提問 他的提問的經驗 像評語比較會問說 那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過 嗯 那我原來想像中 這個提問式的教學 是不是 他的那個提問 就能帶出一些 同學對那個 要交出來的東西的思考 甚至就在那個提問當中 那些東西就會自然而然出來 就是說 所以我是在想說 那個提問的問題的方向 對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好像 大家可以再再想一想 這樣 對 我剛才那個 新委提到的共鳴感 我覺得蠻重要的 事實上 容正剛有提到的 他有舉個例子 就是說 假設現在現場是大學生 他們對維吾力不會有支 他們會不會長高 那個什麼樣子 我覺得比較是共鳴感 所以那個柏尾那邊 可能 我會建議之後 假設你的對象是大學生的時候 可能要從大學生比較熟悉的音樂部分 再回去做 我覺得 剛才那個 新委提到的 其實你剛後面講那個 因為沒有時間 所以我沒有 避難 就是說 因為你講到一雙折的 美麗島的時候 其實那個是比較忠實的 就是 你前面這樣問說 如果講到民歌 你會想到什麼 那個時候我沒有講出來 可是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宏德才 但是 那個是從民歌最開始 叫李建復他們那個時候開始 可是那是我讀大學的時候 所以我會對那個東西特別的注意 那個時候什麼 農業的殘人 歸屈萊西 蔡菜許 黃大臣 什麼 都這種非常中國壯闊的 所以那個東西後面 它其實是有一個文化任務 那跟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 其實是有關的 那一直到後面 其實像優克里林 他們在後面再繼續發展下去 其實你可以從每隔十年 真的加強每隔十年 一直到現在的 即使周杰倫他們的這個 蔡英明這個 這個音樂 都是跟校園的氛圍是有關的 我覺得 像我們虎大指導 輸的小虎隊 輸的蔡英明 那這些東西 其實它後面有那個 時代性的象徵意義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未來在你的課程 可以再去爭議 那那個共鳴感覺那個FU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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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感覺比較是說 我覺得今天這三位同學 其實在那個 激發動機的部分 其實都做得滿 我覺得很不錯的 就是說 但是 我覺得比較擔心的是說 因為 作為一個討論 那激發同學的興趣 那這樣整個設計 其實是會滿讓同學 可能會決定他要學這門課 如果他是 就是你的第一週的課 你就是這樣的一個安排式的 那我覺得同學他接下來 他一定會覺得說 我也很想知道那個 認同跟歌曲之間的關係 我就會很期待 接下來聽各位老師那後面的課 然後還有像那個聽一個 超音樂後面的那個訊息解讀啊 或者是後面那個龍神 他會講 我們跟那個健康 會蓋那個人數 跟我們之間的什麼什麼關係 我就會覺得 會有被我 就會被激發一種 想求知的那個部分 那可是我會覺得說 假如我們是一門課的時候 那可能也不能只有前面 這個部分激發的東西 並且我覺得現在大學生 真是很容易健忘的 意思是說沒錯啊 他當然是可以被你激發 然後回去馬上Google一下知識 可是那個知識也是就是點的 就是說他要回去 可能像我今天聽的 什麼淡大的什麼潮 下潮的舞伎 那我們在想知道 下潮的音樂是什麼 他們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Go一下 可能我就有一個image而已 可是我那個知識是沒有深化的 那我覺得各位老師 可能在後面的課程設計 包括我自己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挑戰嘛 就是說好像我們不能只是 停留在激發中間 然後我們就把就是知識的那一塊 就丟給學人去 因為同學們他就會下一次來 你好像又要重新暖身一下 然後你不斷就是在 讓他們覺得很快樂 然後有一些體驗 有些新經驗 可是永遠他就是來enjoy你這個課 可是他會後面回去 他還是不會再去發展 所以我覺得一個部分當然是扣回來 就是我們這幾週的主題還是一樣 是以發問為主 可是發問在你的課的設計裡面 你是怎麼去應用它 那還有就是說 雖然我們只給大家20分鐘的教學 可是這個教學如何讓它在這麼短的時間 可是它可以是一個比較就是有一個氣候的呈現 雖然一般來說20分鐘大概只逛你做暖身沒有錯 那可是如果今天20分鐘 是我要很驚訝的能夠寒闊一些面向的一些重點 那我怎麼樣去穿 那個比較是要想一想 甚至就是如果我要用發問 我是不是能夠在暖身部分我只是幾個問題 可是我就可以往下再帶到那個焦點 那因為那個焦點可能不能太打散 對 那我會覺得說因為在導熱的課 大家會比較要把它設定 就是讓大家有一些新的體驗 那我覺得這個很成功 可是就會焦點太多 於是你就會發現很難收 我覺得今天大股業區 都會有這種這種狀況 那技術的部分我大概會比較建議說 大家在空間的安排上可以一些設想過 就是說避免你在上的時候 然後突然發現你要開始搬營慶了 或是或者是說 像我覺得那個投影的設備 其實如果一開始就有這個電腦的話 也許下一次可以思考一下 就把它放到大 因為如果要到訊息解讀的時候 大家只在電腦前看 不如我們在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做一些比較清楚的說明 對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更流暢 對 這一些比較小的建議這樣 好 最後再給那個婷宇跟榮振一提備 我覺得婷宇的那個手勢 就是那個超靈活 就是我見過 他那個整個那個手勢的那個 對 非常的自然 對 這是我現在 對 這是我現在 周六的 他說的是動作 我身邊有記憶 扣扣子 對 那唯一要給婷宇的建議 我想了半天 我就寫了一個D 就是說 因為你與他的動作非常的合適 所以當作為一個老師 可能未來有些地方要稍微定一下 就是 就是那個定 比較穩定 那就是比較 我覺得跟你原來那個融合度 是可以相互搭配 那榮振那邊 我覺得其實他今天那個 上來被我們想覺得非常的重複 而且他抓了那個補充 我覺得那個重點就完全抓到了 對 不過我在想 沒有那麼貴的超音波音器 但是 如果要講這個主題 如果說 去跟健康中間借一下 那個補充書中的那個 那個測量 對 那 因為嘛 我怎麼講這個 就是 給學生的實作 還有測量 增加動機最有效的方法 對 以前那個 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像吳慶祺是我們的心理學界 非常是名師 其實他每次上去做一個簡單的 是小測驗 測來以後 然後每個學生自己手上都有一個測驗 然後他就開始問那個問題 然後那個 他每次就講一個概念 那個概念後面也有一個測驗 其實我覺得今天我們帶著我們這個 這個超音波在可能有點貴 但是我們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簡單的這些小東西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你覺得自己是可以的 反正我覺得今天真的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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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